根据美国军事网站报道 美国已经启动和台湾的重大军事合作 其中包括部署美国陆军特种部队 持续协助训练 传出美国的军事顾问 按照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 已经进驻到中华民国台湾的前线离岛 金门澎湖的陆军两栖指挥中心 将定期和台湾的精锐部队进行训练演习 另外 美国陆军特种部队 还协助训练台湾陆军 使用黑色大黄蜂微型无人机 尺寸小 高隐地性 配备了摄影机 在复杂的作战环境中 能够探测到目视距离之外的目标 报道称 未来将有更多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 联络组人员驻扎台湾 并且计划派驻美军第一特种部队群 第二营A联小组 自去年起 美国特战部队联络组 就开始在台湾的桃园市龙潭区 基地执行任务 协调在台湾的所有美国特种作战活动 这次双方的军事合作 被称作美台双方军事关系的里程碑 去年底 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2024年国防授权法 强调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包括继续协助台湾发展防卫能力 增强台湾的抵御能力 为台湾的军队建立全面的培训和咨询项目 以及加强美国台湾在网路安全方面的合作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愚显 总继统